健康 观众 观众 日本爆发甲型链球菌 俗称食育菌感染 已经爆发了300多宗 死者还包括一名香港人 问你怕吗? 吾有医院的新生婴儿心切治疗部 也爆发了具抗药性的 金黄葡萄球菌感染 当中更有9名的新生BB 验出大菌,问你怕吗? 只怕也无补于事 我们要学会如何提防 就等于增加我们自己的免疫能力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就是 这集我们请来两位嘉宾 包括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 黄天佑医生 以及急症科专科 严健明医生 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 你好 黄医生,我们听得比较多 而且有时看有些报道 感染了时 有可能要切枝 是 那其实食育菌是什么? 其实食育菌不是单止一种菌 有很多菌 都可以导致这一类 坏死性的軟组织的发炎 几类細菌 有一类就是甲型链球菌 另一类就是一些长度菌 有一类就是一些海水菌 这些都有机会 如果有严重的感染 是会令到一些軟组织 比较深层次 不仅是皮肤的表面 是铝头受到感染 那是否刚才你提到的那几种恶菌 真的比较麻烦 一般的伤口是否不可以自己痊愈 如果是入侵症那一类 伤口会比较不容易痊愈 亦会入侵到底下的皮层 以及一些肌肉 患者就更加会有一些严重症状 那吴医生 因为我经常会刺傷自己流血 是 有什么刺傷 这些钉也会刺傷 对 很多东西会刺傷 对,其实小的伤口会比较容易痊愈 好就不会理会 那在什么情况下 你真的要去看医生 要你这个伤口去避免 如果真的感染了这个情况 其实也是 很多市民都… 可能大家都试过 一些很小的伤口 都会掉以轻心 但是我们又没有理由 每一个小小的伤口 就去劳死动众去做很多事情 所以我们有些情况 我们建议大家要小心一点 例如我们经常说 红腫热痛 有一个伤口附近有红色 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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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会出现发烧 那你那些皮里面 你可能在伤口附近摸到 那些坏死性根膜炎 其实你摸到它 就像是泡泡子的感觉 是 而且你如果看到伤口附近 出现了一些 一大个黑色的水泡 甚至会出血 那些情况 就要更加小心 但刚才你说的情况 是应该要吐一下才会出现 对吗 不是你过一下碰到这个 就会这样的肿发 对吗 通常如果是一些很重要的 坏死性根膜炎 那一类的病人 其实是在说几个小时 他就会出现了一些 由小小的伤口 变成刚才我所说的 那些情况 可能他刺到脚趾 然后很快就沿着脚 到脚的大腿 沿着很短时间就上了来 你会看到他红了 他很痛 通常病人都会很痛 病人通常都有一些 就是小小谷位因素 例如他可能有 肝不太好 可能有肝硬化 又或者他本身的抵抗力差 譬如他有糖尿病 有些雷固醇 或者他用一些化尿药 这些病人 就容易一些 有些严重一点的感染个案 那黄医生 是否伤口才会感染到肿瘤 如果吃下去 会吃了胃 不是的 刚才说 有些海水菌 譬如创伤糊菌 細菌 有个伤口 进入了血之后 引致怀塞肾膜炎之外 他吃也可以 譬如在外国来说 很多时候 有些人说吃蚝 吃完蚝之后 刚才好像盐医生说的病人 可能他有些糖尿 或者肝不好的那些 很容易 他吃了那些细菌 他就穿过腸道 就进入了血 然后也可以导致 坏死性根莫炎 那我们说到有折肢 又坏死性根莫炎 其实感染了食欲菌 是否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绝对有 而且刚才盐医生也说 他可以差得很快 很短时间 最重要的是 其实伤口的地方 其实是会很痛的 痛到很多时候 人们就会怜藏典脊 你看上去 可能最初的时候 不是很明显 很红重 但是他也肚痛得很重要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情况 立刻要去看医生 那严医生 回来 那食欲菌是怎么去确诊的呢 其实要确诊 我想第一 是临床的诊断 刚才我说 医生可能会看看伤口 看看伤口附近 有多广泛的情况 我刚才也说 我们最常见到 我们会摸到他 皮下 你会摸下去 像泡泡子 因为他有些气泡在那里 形成了 还有我们也会再看病人 究竟他的维生指数 很多时候伴随着 他可能血压会有机会低 物败会快 人会发光 然后我们就会做一些 针对性的事情去做一些事情 譬如我们真的很担心 它是一些坏色性筋膜炎 其实我们都会牵涉到 会找外科医生 或者骨科医生 刺穿了筋膜的皮层 其实有些很有经验的外科医生 甚至可能是黄医生 他们传染病科医生 他们都会在临床 他们会帮你诊断 我一刺下去 原来那个筋膜的层次 其实一刺下去 已经软了 他没有弹性 其实他们就凭这件事 就已经感觉到 可能这个病人是 同时他们刺下去 那个过程 他们可能会拿出一些液体 拿出一些组织 或者用一些化验 在那里就会捉究竟有什么细菌 这个就是诊断的层面 当我们确诊 或者我们未确诊 我们相信它是一些很严重的 软组织的感染 或者甚至乎是怀死症膜膜炎 我们要同时间竞赛 因为那个报告也要一些时间 是 那我们譬如捉到这些病人 很多时候我们要稳定病情 那我们经常都说 可能他要入心肢治疗 他可能要给盐水 要给一些强心药 令到他可以维持他的卫生指数 但是同时间最重要 还有两件事很重要 第一要给抗生素 要尽快给对的抗生素 第二就是我们要跟外科医生配合 他很多时候这些病人 都需要做一个挺广泛的手术 就是要将那些坏死性的组织 全部在手术室里面把它切除 然后帮它清洁好情况 可能这个手术未必只一次办 可能要做第二、第三、第四次 这样的情况 听就知道这些恶菌 真的不容易对付 所以休息一会儿 稍后回来继续研究一下 如何对付这些恶菌 Nelson 很多观众朋友说 去日本看完樱花 买了很多东西, 很痛 我买你的治疗师 不是财富顾问 你大小了, 我不能帮你 不是… 是因为买太多东西 对, 要拉着这么重的行李 于是弄得腰又痛, 背脊又痛 那就很正常的 你想想你一个女人 要搬着这么大的行李到处走 还要去到日本 你去到全地的站 都要走很多的楼梯 搬着这些东西 你的腰怎么会不伤 那应该如何舒缓痛坐呢 我们马上试几个动作 来舒缓一下不舒服 好 好, 首先我们先拥抱自己 手肘搭着手肘, 没错 好, 这样跟着呢 我们就傾側去一边 铺五至十秒钟 你就会感觉到腰的旁边 肩脚骨的位置有点缺度 然后又再往另一边 对, 针到中上背的位置 如果你想的缺度大一点的话 你就可以多伤背 然后再做同样的动作 你就会感觉它拔得很好 第二个动作呢 我们继续拥抱自己 对, 看小手肘 接着, 寒背寒到最尽 这个动作主要帮你移松 你胸椎骨的关节 所以做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背中 上背的位置 会有点张力的感觉 你也可以用按摩球 是硬放松肩甲骨 或者是背中的位置的肌肉 当你做这些动作 你也可以即时舒缓到 另外有些朋友 他们拿高行李箱的时候 可能是上下车 或者摆上行李架 会弄傷手腕 那怎么防止呢 这些都真的很常见 那他们通常发生什么问题呢 譬如说, 拿了个行李箱 他们这样拖着走 如果这样拖 如果我们突然撞到东西的话 很容易手腕这个位置 就会流伤了 对了 又或者是当他摆那个行李箱的时候 他就会做一个猫爪的姿势 在这个姿势的时候 我们手腕里面的软骨 就会多了很多负荷 如果长期这样摆东西 或者抬那个行李箱 就会出现弄损 那应该是如何正确拿呢 如果正确的话 首先我们推个行李 最好这样平推 这样手腕就不会有压外的力 另外, 我们当然要撕高它了 记住, 不准有猫爪 保持手腕是拉直的 才好拉高 可以的话 尤其是你不太大力的话 两只手 我现在下楼梯了 譬如, 拿了手腕之外 拿起它 又或者旁边这个位置 这样撕就万无一失了 好, 若果你现在要乘巴士 或者地铁 你要捧一些高过头的行李架 那怎么做呢 当然, 继续截住手腕 接着, 下面的手要抖底 主要下面的手用来 上面的手的负荷 就可以减轻很多了 明白了 那我下次旅行就带上Nelson 那我就可以放心买东西了 机票就不理了 来吧